各位觀眾朋友,我是陳平 我現在所處的位置就是文德路西側一處 不是很多人知道的小山崗上面 這個小山崗上面有一個亭的 還有一塊石碑,石碑上面寫得很清楚 這個亭就叫做潘山亭 潘山亭的直線位置不夠200米的地方 按市值記載,從前亦有個小山崗叫做漁山 不過漁山就早已而為平地 剩下了一條不太長的馬路叫做漁山路 其實漁山路就是在北京路的旁邊 漁山路直線位置不夠200米的地方 就是我們所說的高地街 如果這樣串一串來說話,就真的很多話說 若然將潘山和漁山合二為一 構成一個是人都知道的地名 沒錯,潘瑜 其實廣州城最早的名稱就是叫做潘瑜 廣州這座古老的名城 從公元前214年,秦朝大將淫孝見潘瑜城 到三國時期,宣權最後更名廣州 這座古城,二千二百多年來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而在這個漫長的歷史演變中 高地界作為廣州城最古老的街道之一 不單止演繹了一個個精彩的歷史故事 而且還在人們留下了滄桑的記憶 和津津樂道的話題 千百年來,廣州古城其盛持隨著時間的推進而不斷拓展 他的母親河駐江亦隨之不斷藍移 然而自公元1210年,廣州城南駐江變常的高地界出現以來 至今歷經百百幾年風雨 任憑風雲變幻,世事變遷 古界仍然還是那條古界 現在的高地界仍然東西橫貫於現代化繁華鬧市之中 仍然扮演著著名商業界的角色 不能不說,這是廣州這座古城千百年城方歷史中 農物重彩的一筆 現在我們看到的高地界 東起北京南路,西至廣州起義路 而從越獸山虎陷,順中山紀念碑看過去 高地界正好處於廣州城傳統宗族線上 這個,或者就是人們所說的 高地界是一塊風水保地的緣故 據地方志記載,自清末廣州城開闢馬路之後 高地界就被規定不准通行馬車、汽車 因而高地界可以稱得上是廣州最早的一條步行街 而且在清代,廣州府處、閻務公所等官府衙門 也曾經設在高地界 據說,當年林則徐作為陰差大臣 來廣州禁鴉片的時期 也曾經居住在高地界 這樣就很容易令人聯想到 高地界當年衙門森嚴、高牆大雅建築群 和一派煩囂的熱鬧景象 可惜,現在這些這麼有歷史意義的建築 已經蕩然無存 也最難以明確指出 他們的舊子所在位置 現在走在高地界的橫街集行裡面 真是很難以想像 這裡曾經有個威嚴的官府衙門 更難想像這裡曾經 是亭台樓國高門帝閘 不過,這個的確是高地界曾經有過的真實寫照 有人曾經考究過 高地界這條古街 三米幾闊的街道主幹道 幾百年從未移動過 這個的確是高地界的經典 高地界的經典不但如此 最讓高地界人引以為豪的是 幾百年來,歷朝歷代 高地界是人才背出 從高地界走出來的達官盡才數不勝數 由唐代丞相張九寧的後裔張子儀 明代大畫家李子祥 監察如是被譽為廣東包公的奏身 副甲一方的大嚴商許拜廷 一品大臣許應葵 曾任粵軍總司令的許崇智 曾經和鄧小平一起領導白色起義 任紅七軍政委的許祥 還有中國著名教育家 三任中山大學校長的許崇清等等 亦因此,古往今來 高地界這條文化界、商業界名措四方 同時為人們留下一段段美談佳話 然而歷史走至潮水一樣 總有潮起潮落時候 文革期間,高地界 這個很有歷史紀念意義的街名 還被強行改為群眾街 這條古界變得死氣沉沉 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初 中國改革開放的政策 又為這條百年古界帶來了生機 1980年10月1日 高地界正式成為了中國第一條個體商業界 一夜之間 高地界又再成為人們聚焦的地方 當年珠江電影製片廠 還以高地界為圓形 攝製了一部 紅極一時的電影 《阿馬哈魚檔》 這部電影 在全國公演之後 引起了極大的轟動 很多人 特別是當時的年輕人 都期望能夠來廣州 逛一逛高地界 親身感受一下改革開放帶來的時尚氣息 於是 後來就有了 未去過高地界 就不算來過廣州的美談 沒錯 人結地靈 雖然來到改革開放之後 三十多年的今天 高地界也不可避免 要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 但相信依賴高地界的天時地利人和 我亦都相信在區政府和街道的幫助和扶持下 高地界依舊是人財兩旺 依舊是能夠再續往日的輝和 現在高地家的商戶有一千一百幾戶 但是和改革開放初期 趁日式是高地街坊和本地人作為主體商戶不同的是 現在高地家的商戶 大多數是外地人 尤其以廣東的潮山、海陸峰以及福建、廣西人居多 在現在高地家的人群中 不單止可以聽到廣州話 還可以聽到潮山話、普通話甚至是英語 現在面對上下九、北京路等商業街的興起 高地界雖然不再讀書一詞 但是作為廣州歷史最悠久的商業界 高地界在目前預售區的經濟發展規劃中 依然發揮極其重要的作用 其實早在十年前廣州市政府總體提出了 關於這條傳統中族線的開發規劃 並且要求市民提升對這條傳統中族線的認知 我們現在講的這條傳統中族線的範疇 其實是包括公園前、西湖路、北京路、高地街這一帶 人人都知道這一帶是黃金寶地 而且還是移居移商的黃金寶地 回望高地街的歷史 聽完高地街的故事 人們可以感知那套曾經的活力和生技 也可以感受到這條百年古街的魅力所在 從文人默客到商古巨富 從文化界到商業界 從繁華巨變到圓華盡勢 雖然高地街在歷史長河中不斷演變 但是古街遺風始終一脈相食 有歷史有輝煌有故事也都有戲劇 這條就是高地街 我身後正式是名副其實的高地街 高地街、養中街、清水豪、玉帶豪 不知為何每次講起這些老街到老地方 都會勾起我童年時的回憶 相信也同樣勾起很多老街坊 老廣州人那種揮之不去的情懷 歷史是可以不斷延續的 但是我們每個人的人生經歷總會有終結的時候 有朋友提出這樣的思考問題 現在老廣州老街道被我們留下了些什麼 是一種情結 一個故事 一種精神 還是一種傳統呢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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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